Diamma 做好 Diamma 做好 來 歡迎到台中文學館的老房子這邊 你們發現老房子是用什麼材料做的? 木頭 不紙 還有什麼? 石磚 玻璃 還有什麼呢? 石頭 挖片 好 你看 一個房子啊 這有這麼多有趣的材料跟顏色組合成 所以你們要多多的觀察 這個文學館裡面 別人看不到的美 你們都能夠有所感受 好嗎 我希望能夠讓他們 可以試著收到身體 能夠用另外一種方法 跟環境對話 孩子們可以在一朵花裡 看到一個天堂 伊莉莎裡面就有一個世界 視覺帶領我們的五感六覺 太強了 那我希望解放掉視覺 我們其實觸摸是我們認知的基本 反而我們是在成長的過程中 慢慢學著用眼睛去替代觸摸這件事 但是就連我們一直長大了 都還會有一種習慣 就是看到一個東西之後 你會用手去摸一摸 去確認說我的眼睛看到了 感受到的東西是真的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叫蘇宏 我們今天待會兒要出去看的就是 我們要靠近它去把這個地方放大 就會看到這種東西 是不是也好漂亮 不一樣但是也好漂亮 但是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去上面去拓映它 你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美感的認識有在文字跟理性描述 可以嚴肅之外的一大批的內容 很多時候是經驗性的 很多時候是整體去感知的 各位同學武安 我們待會兒要去外面做一些採集 然後我們會拓映 譬如說這個粗糙的質感 幾乎沒有辦法用言語很準確地說出來 那個時候只有你身體的這種直接的觸摸跟反饋 能夠表達出或是感受出這樣子的事情 這東西越簡單 採集的人跟被他採集的這個物件的關係就更直接 然後我踩在這裏 這個結果有自己還加了 這牆筆 我真的也是一條片來看 很好 然後打開看看 這個圓圓也都跑出來了 有木頭的紋路 因為他不會再去考慮說 是不是我的技術不好 其實大家都一樣 但是他會發現說 所以是這個東西真的存在這樣子的紋路 這跟我們看的是不一樣 就是要打破他們眼睛看到的 習以為常的這個狀態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應該都有他美感的裡面 他可以去探索 好像他可以開啟另外一個 就是觸覺也是像視覺一樣是可以做創作的一種方法 他可能可以讓小朋友或這個人 他可以回到一個他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我希望孩子們可以不要害怕像不像 他拓映他好快樂力 我們都看到他在那邊 這些事情是自然的 然後他是有其他不同的圖案 哈囉 旁邊也走 哈囉 我希望有機會在孩子們發展 學習什麼是美的過程當中 理解抽象這個概念 我覺得這很像是一個小朋友跟環境一起 共同創作出來的作品 一定是獨一無二的嘛 因為只有那個地方跟這位小朋友 才會產出這個作品 然後接下來他會拿這個作品去把它 因為我們讓它數位化了之後 去做平貼 他開始可以把一個現有的一個紋理 放大或縮小 這個是以前的物理狀況下不可能的事情 它可以調透明度 所以不同的紋理是可以疊加在一起的 這個很直觀的操作的方法 其實給了原來的這個 很物理環境上面的一個認識 有一個對照觀點 記錄跟感知的一種吸收環境資訊 跟你可以把這個環境資訊 體現在某一種創作上的可能性上面 然後創造出其實沒有人想過的 其實在物理世界上不可能發生 但是在很直觀的一個表現上面 那我也不太確定 那小朋友做出來的平貼 我覺得蠻驚奇的是 他們幾乎是沒有任何既定的想要做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上台分享 常常很喜歡他們講說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可是這東西他又覺得他很喜歡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這個是什麼 窗戶 窗戶啊 這些都是星星啊 哇 下面那些 是什麼 這邊有一幅畫 對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有趣是 如果他可以說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他很美 我覺得這樣子就很棒了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讓學生在拓映過程當中發現 昆德拉蘇的詩意 或者是美 然後再把這個抽象的可能 用各種方式去顯現 美其實不是一個電燈燈泡亮的 創意化在那裡的 美是在生活裡面的各個地方 然後你 你撥開很多東西 然後你摸索 然後你突然發現 那個東西是美的 然後它會留在你的心裡 對 你會不會再找到你的心裡 在什麼地方 但是你會不會再找到你的心裡 然後你會不會再找到你的心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